如今的房价一直维持在高位 买一套房子动辄几百万 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想买房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能要花费长辈的六个钱包才能凑够房子的收付 之后还要被每月的房贷所束缚 买一套房子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开发商盖一套总价120万的房子 实际成本究竟是多少钱呢 一位开发商说出了实情 一 拿地成本 拿地成本一般以楼面价来计算 楼面价是单位建筑面积分摊的土地出让价格 计算方法是 出让土地价格除以该土地允许的最大建筑面积 最大建筑面积受政府批准的容积率控制 在一线城市楼面价达到了一万以上 北京达到了两万左右 而二线城市楼面价平均在五千元左右 太原的楼面价平均在四千二百元 二 建安成本 建安成本是房屋建筑成本 和房屋设施设备安装成本的简称 房屋建筑成本是建筑房屋的投入 安装成本是安装房屋设施设备的投入 两者都包括 这位是庞泽川老师 庞老师是位职业预测师和风水师 如果你对自己的事业 感情 前途有什么疑惑 欢迎关注庞老师公众号 WNM6768 三 广告宣传成本 广告宣传费一般在每平米五百元左右 包括广告和销售人员的费用 四 税费 税费一般为房价的3%到5% 我们就以5%来计算 在太原 房价为每平米1.3万元 而成本需要拿地成本 建安成本 广告宣传成本和税费 总计每平米7850元 占房价的60.38% 因此120万的房子 需要的成本是72.456万元